大家好,今天由我Vac,我的名字是Vac,招財客 還有Giro,我們要來介紹第八章 第八章他的開頭就是Planning and Abandoning with a Tabular Master 一開始我們兩個看這個其實非常非常辛苦 因為我完全不知道他到底在幹嘛 所以如果今天報的不好的話就請大家見兩家 因為這張的話呢就是我們在看過了之後啊 他其實這個他其實還蠻尷尬的 他可以作為一個整個Reforce Learning的開頭 他也可以作為一個Reforce Learning的一個轉折點 因為他裡面在介紹很多 比如說Reforce Learning的一個我覺得是一個他在裡面的concept 所以今天在我Outline的部分的話一開始我會介紹說 這一張到底他的Goal View到底要講什麼東西 那接下來的話呢就會帶大家去Reforce一下說 當我們在做一個agent的時候 我們最主要的component是有 就是Policy 然後Berry Function跟Model 那這幾個就是要讓他Reforce一下 那最後一邊的話呢就要做integration 跟他那個整個這個concept到底是什麼 那我負責的部分的話呢就是在這張的前半段 那後面的那個algorithm的部分的話呢就有Jero去幫我協助完成 對 好那我們接下來的話就再來看看 那這張到底想要講的是什麼 那這張其實他講的重點只有這一個 就是說我要如何simular integration model based跟model free based 這句話就講完這一張了 所以我們現在可以下課 喔不是 對 那所以呢在講這部分的時候 我們就要去回過頭來就想要說 我們之前到底學了什麼東西 那我們這邊的話呢是參考了就是那個什麼 David Silver裡面的一些那個 參考蠻大量的那個資料 對 那所以我們來看一下說 接下來我要問三個問題 說有沒有人可以回答我說什麼是policy 還記得嗎 對 對於the action the map the map 對 然後我待會再講 然後再record一下 你們可以在自己心裡想說 這些自己的到底是什麼東西 那什麼是value function 對 然後再來什麼是model 因為我們今天整個核心都在這上面 在那邊打中 對所以這邊把它特別列出來 那policy的部分的話呢 這個也是截取 截取那個講明上面的嘛 他說 呃 在這個policy的部分 等一下我看一下我的小超 因為一直記不起來 對 他說呢 他是當前啊 我們看到的這個 就是所觀測到 然後並 所觀測到 然後決定他的action之後 那從他對應出來的結果 我們稱為是一個policy 那在policy裡面的話呢 那他有幾種 就是 譬如說我們今天看到了某一個狀態 他就一定要走這個方向 那就是所謂的determined policy 那他另外一個隨機過程來說 我今天 我可能有很多的 呃 很多的狀態可以走 可能走 往左邊走 可能是走0.1 我可能有1%的機率我可以走 然後往另外一個方向 比如說往右邊的話可能有30% 那這樣的話就是一個隨機的policy 去做這個 那這樣的話就是 我們稱作的是一個policy 那 背入方選人說呢 說什麼呢 說我們是不是可以找到一個function 然後就 呃 這樣怎麼說呢 呃 就是說能不能預測 接下來的這個 未來狀態 他得到的那個reward的期望值 那所以的話呢 我們在先前的話 其實我們就提到說 就是在下面就有一個公式說 就是每一次的reward 那個期望值 那就 欸 就是我可能下面有很多很多的 呃 就很多很多朋友的step 然後呢 那每個期望值 轉出來之後 我就可以得到當下的這個 這個step的這個 這個分數 對 然後我們稱作為 這樣子一個function 稱作為一個bary function 嘿 好像解釋有點爛 啊 應該聽懂了 有點麻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來講話就是講 model 那 在model的部分的話呢 就是說在預測這個 這個環境下一步 他會做什麼樣的改變 或是說這個 他得到了一個 可能的 應該說我們在 嗯 不知道怎麼解釋啊 一模特兒 model 這個 下一個 這是gis 那個實際的environment 然後在這裡就是透過去 預測下一個step 跟預測下一個如果 下一個對不對 對 就是說 嗯 這邊的話呢 就是說 我們model的話我們可以想一個方式 就是說 比如說我們去植一個骰子 那這個骰子的話我們去觀測出來 之後他可能說 我們就看就是說 欸 今天他可能是有一定的機率 他會轉成這個 呃 比如說 嗯 指骰子 然後他每個是六分之一 這是我們觀測到的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最後面 以觀測到這個角度 我們就會認為說 喔 像我們觀測到 做重做實驗 應該涵蓋到所有的路徑 那我們 看到這樣子 我們就把它稱作是一個model 這應該可以這樣解釋吧 對 那所以呢 在model的部分的話呢 就是 就會有 這邊的話他集了兩種 就是說 我們這邊去 呃 利用 然後 就是我們利用觀察到的 或是說 我們在從觀察中 我們一切出來說 他成為有一個 unreason 或是有一個function 那他可以去predict next status 就是我們可以 用這樣的方式去猜測 或是得到下一個 下一個的狀態 到底是什麼 那還有另外一種的話呢 是 去 應用過我們現在看到的reward 然後我們來get到 下一次的 這個 呃 這個狀態 的這個值 那我們就稱作 這樣的一個方式 就稱作為一個model 那在這個的話呢 就實際給一個例子啦 就是說 呃 我們現在有一個 A B 這個兩個的 這兩個status 然後呢 那 從A 他 就是當他 等於比如說 他百分之百一定會走到 他就不 對 他就一定會走到 百分之百一定會走到 B 去 那 再來是說 呃 這邊的話 應該說這樣來看 就是說 我們這邊有兩個status A跟B 那我們從觀察之中的話 我們看到呢 一開始的話呢 A跟B 一開始都是0到0 那接下來的話呢 連續都出現了 B到E 那其中發現了一次 B會走到0 這個值 所以的話呢 我們在這個 這樣子的一個example裡面 我們認為說 這就是整個的 整個的這個集合 那所以 A到B A是0 他一定會走到 一定會觀察到B到0 所以他一定是 這個我們觀察到的 就一次 所以他就百分之百 就是1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看到在 B的status裡面的話 總共 總共有幾次 1 2 3 4 5 6 8 次吧 總共有8次 那其中我們觀察 對 總共有8次嘛 我們觀察到了 是說 有 有6次 出現1 那所以的話呢 這邊的話呢 就是說 會有 在這樣子的 在這8次空間 總共出現6次 6次的1 所以他 這邊的話 我們就 B有75%的機率 會走到1的狀態 然後還有25% 因為只觀察到2次 B是0 所以他 他會有25%的機會 會走到 走到這個0 這個status 所以的話我們會稱作說 這樣子 就是一個 model 那 因為他這邊 已經被量化 所以我們就稱作 他是一個 他就可以去查表 去得到說 這樣 呃 叫那個 tap look lookup的model 然後就看到 這個建立起來 這樣子的model 那所以的話呢 呃 在modeling的部分的話呢 這邊的話就是提到的兩種 就是說其實 其實model在我們生活經驗上面來講的話 就是說我們可能走的 我們要看到某些 比如說像剛剛介紹說 我們在玩遊戲 比如說像打磚塊好了 打磚塊的話 其實一開始我們不知道怎麼玩的時候 那我們當然隨便亂玩 那這時候就其實很像就是model free的這個 人你一樣的感覺 就是說我根本就不知道我的model 反正我就隨便亂玩 然後可能是找到遙路鏡 我也不知道下一步到一個時候 所以我每次的動作 比如說我看到 欸我打下一塊 欸好高興喔 然後接下來打第二塊 欸我又得到什麼分數 又很高興了 那這種就屬於model free的這個model 那那model base的話是說 我可能是就是做了很久 比如說他剛才講的說 我就打打打 結果打到什麼 我打通了一條路之後 我就發現說 欸打通那條路 然後那球一直往上面跳 它就可以得到很多很多分數 那每次我只要根據這樣子的做法 去做這樣的事情的時候 那我就可以得到一個很好的 欸應該說我就可以把這個 應用在這個所有打磚塊的遊戲上面 那這樣的話呢 就身作為是我們一個model base 因為我們從這邊已經找到一個方式 已經說 我只要每次只要打穿一條路徑 那它就可以得到一個很好的 解決問題的方法 所以這邊的話呢 打穿路徑 這就是我們產生那個 因為看到這樣的事情 就得到一個model 所以這邊我們身作為是一個 model base的 的 就是一個model base 對 好 那所以呢 根據呢 Silver它裡面講的話 就是說我們 在這裡面 整個 整個生活經驗裡面的話 其實我們可以把這裡面 分成幾種 就是說 呃 在做這個 呃 剛剛我們講到說 我們從policy 我們有model 然後有value function 我們可以組成這幾種sales 比如說我們有policy 然後有value function 但是我們不知道model 但是屬於一種model free 的一個狀態 那 如果 如果我們有model 我們也可以利用value function 然後去知道說 下一個sales的這個值到底是多少 那也有policy 那我們這種就稱作為 是一個model base的 那 所以接下來的話就是說 我們要如何去 去把這樣子的一個 這三個東西 要如何把它整合在一起 但在整個過程中 我們會發現一個問題 就是說 在 這個所謂的 model到這個policy 其實裡面 它還有經過過程 就是經過一個planning 就是說 我今天有了model 那我今天有了這個policy 但是我要如何去決定說 應該要怎麼去做 因為在model裡面 我們可能有很多 不同的狀況 都可以達到這樣的事情 也就是說我們常說 是條條大陸通羅馬 但是什麼時候 我們要走哪一條路 是會是最好的 那它這個就是 我們要去做這個painning painning的動作 那painning的話呢 我們就是有兩種方法說 我們就是用 去看這個整個space 就是說 我每一個的 就是 我今天會走過的這些點 我都全部去看過 或者說我今天的話呢 是說 我會 我會去從那個 裡面去 算掉這個status 最好的方法的 這個 這條路徑 然後來做我這個planning 所以接下來 書上的作詞是說 在 planning它基本的idea 要怎麼來 就是說 它有這兩點 就是說 在 在所有的這個 status 這個painning的model 它就是 什麼樣的 這個 他說 在status status 這個messor裡面的話 它是說 去用 下 用下一步的 得到的這個 用下一步的這個 得到的這個 那個什麼 你就是去算下一步 對方式之後 來 improve 你的policy 對 就是 對 經過計算之後 你會得到 這個status 然後去 improve說 你現在的policy 可能 因為我們policy 在選擇的時候 我們可能 這一瞬間 這一瞬間可能 這個是適合這個狀態 但是下一瞬間 可能不是 那所以的話 就是利用 每一次算出來的status 然後去修正 你的policy 到底是正確與否 那還有另外一個的話 就是說 是用現在model 已經得到的 然後作為 就是我們去看了這個 所有 這個model面的 這個 應該算是 就是說我們的model 因為我們可能會有一些公式 那我們再從這公式裡面 去得到這一個指之後 然後呢 作為我們這個 作為這個 planning 嗯 這邊要怎麼解釋一下 就是你會去改 改進你的model的概念 就是說你 你做一些計算之後發現 這東西 model其實是可能 幫你搞錯了 就給他做的 你就把它去改進 那simulated experience 就是你去改進你的model 的planning 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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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到你的記 比較 你在找電話 對對對 對對對 你就你原本的 估算 然後你做 你在model做了一些 signable碘之後 你有得到一些 對 所以你回過頭來 修正你原本的估計 所以就是說 經過了許多計算之後 然後 發現有一些值 可能 有一些 比如說你原始的value function 你是 這個樣子 get到 從real 是get到這樣子 然後你在你的model裡面去 討 你有一個internal的model 外面的real的environment 那你在你的internal model 根據你 最初的 你這state 得到的value function 然後一路往下估算 那估算結果 你最初的估計 一定不會那麼準 好 那以前我們那個model free 基本上就是在實際上跑 得到feedback回來 去調整你的value function 對 那現在是反過來 在你的model裡面 去跑signation 然後展開來 然後回過來調整你最初的value function 就是你的gmail reward要修正 對 從這裡走到這裡 那可能五步就到了 可是你實際去signation結果 發覺還有不是這麼容易 所以你要去調整你的value function 對 那你如果你是那種 那個policy的 你就反過來要修正你的policy 對 所以model是要對environment的 對 極端情況下 你也可以一個先決條件 你假設實際的狀況下 你自己create一個虛擬的 那他跟生殖的情況下 有可能會差非常多 他像剛剛那個av的case 他是用類似multicolor 就是說你去sample一些點 然後你知道他這一點到 這個state到下一個state的幾率 譬如他從a到b 他只有一個 而且他就是100% 他會變成這個 他的model 最重要就是transition function 就是說你在states 你要變成到下一個state的時候 他到下一個state 他有ABCD的選擇的時候 每一個的幾率是多少 他能夠去把它simulation出來這樣子 你simulation你可以先驗 你可以用你自己的knowledge 或者是你有一堆sample 你去看 像剛剛那樣子 他是用sample來做 他用sample 就是他現在看到的sample 他認為說 這就是他現在看到的後域 就是他用這個來取 因為他是一個model base 他用model base的算法的時候 他就用這個來說 那我這樣我的 我認為這個環境是這樣子的 對對對 我想說 我想看 我不好翻臉 就是我想到我們蒙利卡羅那一張 比方說我們那一張以21點舉例啊 對不對 那21點假如我們不見model的時候 我們可以直接policy啊對不對 你就是看莊家的點數 你自己的點數 你就會有policy 那你就會採取action 補或不補 那你那個model 我現在在想21點那個model 是不是你經過一連串的 一連串的simulation之後 他知道說哪些會贏哪些不會贏 去把它建立起來這個model 他那個state他會 那你model你想的就是說 比如說你的state是什麼 你的state是你手上的牌嘛 對 state就是你的牌跟莊家的牌 對 那你要去 你要model 你就是你要有辦法去創造一個機率 這個state到下一個state 他的state的組合是不是很大 好 你這個那個用model base 你會變得就很不合理 對 因為他的就是你state可能差 比如你現在你是拿一張3 8 莊家可能就是蓋一張牌 或怎麼樣 就是他有一些 他你的state到 你下一個state的有可能 譬如說你有可能是5 或者是有可能是什麼 下一個state是只補到一張牌之號 對啊 你可以把它想成model就是一個 外在real world的一個簡化 對 背上現有的 好 那剛剛提的 你可以做 書上好像有一小節 一個好像叫做什麼 sampling model 一個叫distribution model 一個叫distribution model 好像是吧 相對model就是 你當中去sample 取一個 取你覺得ok的 那distribution就是去算 他的distribution 那算distribution 其實量就會很大 因為你一定要得到 足夠多的東西 才會知道他的distribution 所以他的計算量就會相對很大 那sampling就是你拿到什麼 你就去找說你相對 你覺得最有利的 當做你的model的一部分 那當然他在一開始的時候會比較不準 那distribution 那distribution 你剛剛講的問題 你要有主要夠的information 你那個distribution才不易 那這邊就是說再回答這 現在就是說我們有model之後 那要去找一個最好的policy 這個過程叫做manning 是這樣子講 對不對 你從channel的model 要去找一個最佳的policy 對不對 這就是planning 那所以的話 就是在這邊的話 就是我們在這樣學的經驗來講的話 我們就可以創造出一個 就是qplanning這個algorithm 那其實這個概念其實就是之前 有已經有提過了 就是說我現在就算出來的 去剪掉真正實際的 那就會換到 我們會放置到下一個stage的這個 所以這是我們之前有提過的這個概念 那在這邊的話 有種正式的分場叫做 就是tabular的qplanning的這個reason 那tabular怎麼解釋 他那個tabular 其實我們看起來就是很像說 像剛剛我們回到這個 這個啊 就是說 他看起來就是查表法 就說我在這個空間 我已經 我可以在 就是我身體沒有 就是這些都已經可以填成一個表格出來了 也就是說我已經存在 所以他就稱了tabular 所以他就是你所有的這個問題 全部都可以用窮舉法把它建表 對 不管是用表格或是tree 但是他就是可以完全 對 浮出來 所以我們後來看很久 然後想到可能他的tabular 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說我這個 因為我們有那個model 因為我們推出來 所以我們就是有這個空間出來 所以每一個就可以知道說 我利用這個窮舉 這個這張tabular 因為這張tabular 我利用特別的演算法 然後就是建立出來這個 所謂的樣子空間也好 或是說我們先實作這個環境 環境的那個 每一個status的值 那我們就可以用查表的方式去查 對 但是在我們學習的過程之中 你這個model會一直演化對不對 嗯 對嘛 你比方說你在 對 你一直在持續下去的時候 你會根據新的 新的 就是根據新的什麼東西 再去refund model對不對 當然 當然 因為你model就是你去 估計你的環境嘛 你就不斷的學習 你估計的環境會不一樣 對對對 你等於是一種approach 後來會去做修正的動作 所以在803的時候 他就是講到說 大家也有講到說 如果萬一我的 那個model是錯的 那怎麼辦 對 好 所以呢 事實上他在講說 我們就是把 這些東西mix在一起 就是我們要講 如果我們今天 是一個model free的狀態 或者說我今天是一個 model based的狀態 那整個mix在一起的時候 我們要怎麼去利用 那所以他其實 在這邊來講的話說 其實我覺得 這邊我在看的時候 就比較像是說 我們在解決一個問題的經驗說 當我們今天 要去做一件事情的時候 我們會從我們的經驗值 我們會從經驗值之後 我們去推到一個model 就說這經驗值 我可能看過很多次之後 在我的腦海中 其實就有那個所謂的base 我從這base裡面的話 就說我是不是 觀察到一定的路 那就是 就可以形成一個model 那在 那我們要去 要去猜下一個step 到底是什麼時候 我們就可以說 我們之前學到的這個方法 就是我們model 然後再看看說 到底用哪一種方法 哪個planning 我們就可以去猜測 我們下一個step 或者是說 我也可以直接 我不去看 因為我們沒有model 我們也可能沒有model 所以我們是從我們的經驗值 我們是直接用這個 directed reforce learning 就是說 我用下次的reward 然後呢去 去得到說 我們現在的下一個step 希望到底是ok 是有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cycling 那我們就可以來 approach到 我們要處理這個問題的 的結果 這是這邊在說的事情 那所以呢 在這裡的話呢 我們就提出來就是 DinaQ這個algorithm 那DinaQ algorithm的話呢 它一開始就是說 就是 我們就把這個status放進來 然後呢 action我們選擇 就是epsilon的grading的方式 那 接下來的話 是說 我們 我們會 這邊的話 就是用剛剛的 我們qlearning的 這一個 這個 這個 這個algorithm去做 然後接下來是說 我們要repeat 這個model 就是說 我們要看多少 多少次 就是這邊有個repeat N 就是N N次 然後呢 我們來去 從 N次 然後呢 再來就是說 我們利用這個 這個 可能是 這是 算了嗎 水力觀測這邊要怎麼翻 倫敦是合理的方式 去找下一個stay可能的狀態 然後來更新我們的model 這邊如果想要是model 對 對 對 就是由我們 觀測到的 那 來去做每一次的修正 那 那 這邊的話 就是再更詳細的話 我們就待會 我們會有那個 Gerald 來幫我們 來做 那這邊就是要講說 我們就利用的這個puning的這個方式 然後呢 再把modeling的方式 就是利用這樣的演算法 我們把它導進來這樣子 那個 DYN是 是指dynamic 對 那是指 你等一下會進去 直接解釋也可以 就是 這個環境是一個dynamic的系統 它就是說 可能很複雜 對 但是你只要丟一些 A訊息出去 它就會拿到一些feedback 對 為什麼其實看不到的全貓 你只能 跟它互動 有限的互動這樣子 那所以呢 剛剛從 其實剛剛 因為我這邊比較講的是 偏向concept 所以是從 剛剛Rhythm來講的話 就是說 其實 它就是 在實現了剛剛的 這個 那個cycle的那個流程 就是說 它每一次 在 就會從 看一下 Parsy and Value 它從這個 它從這個環境裡面 然後呢 就是從真正得到的這個 它可以從真正的這個experience去修正 然後去得到它的parsity之外 它也可以從model 因為我們剛才在前面這邊有看到說 它其實有利用model的information 然後進行去修正 所以它用這樣的方式來 就是 就來把那個 這個問題把它完整的去解決掉 所以它是用這樣的概念去做處理的 好 好 那 所以啊 它剛剛在講說 如果今天我 就是我也看不到 就是 0的step就是相當於說 它是一個model free的 的一個狀態 就是每一次看到它 就是我也不知道下一個為什麼 我就看到下一個 渠道的 然後我就再去鋪算的方式 它就雖然經過比較長的時間 但是 最後長期會跟 呃 就是我有model 有多看了 呃 就是我有看了一個 呃 就是我有 多看了五個 或是看了五十個 這樣子的 呃 一個來比較的話呢 我們如果是說有 有 有 有配合 就是兩者有相配合的話 那它這個 會讓 整個 呃 整個的屬理時間 這整個narrowdown下來 然後呢 就是比較快可以收斂 所以它在說 這個演算法的話呢 呃 就是說 我們可以利用的 就是 用這兩種方式的mix 然後可以讓我們 解決的問題 已經 得到越更好的一個效果 這樣子 那接下來的話就在講說 我們今天 不是每一次都這麼幸運 也是說在model一定有問題 所以 所以呢 這當這個model是有錯誤的時候 那它要怎麼去處理 它在這邊的話呢 就是有舉一個例子 是說 今天當 今天當 我們的環境做為改變的時候 那原本的model 可能沒辦法去做調整的 它會花的時間會比較久 那所以的話 我們可以利用修正的方式 就是它有一個 檔案沒Q plus的一個方式 但是這是方式 你待會兒 那是 你加上去 會多額外的探索能力這樣子 嗯 對 它就是這樣 它沒有那個公式 沒有公式 它就是 概念上會多點探索的能力 對 它在這邊在講說 在原本的檔案沒Q 我們可以再加一些 額外探索能力 然後讓它呢 就是多看幾步之後 那它就 就會得到一個 比 就是 原先的這個效果還要好的方法 也就是說 我們今天這個model的話 它是可以 逐步去做 跟正去修正的 不然的話 假設我們都沒有的話 那它可能 要花很久的時間 還是會走的大 只是會花很久的時間 這樣子 那所以它會說 在這邊的話 就是 會說 你加一些探索能力 那假設你的環境改變 就是有 從 可能從這邊比較難的 比較難 比如說我現在突然打通了之後 那其實 你多了一些探索能力 它並不一定會 讓這個整個過程會加快太多 因為 有可能在原本的檔案 單RQ 它可以搜尋的時候 它就可以找 它就可以找到這邊 路 可以通 這套路也可以通 的狀態之下的話 那 這兩個其實就 它的差異就不會太大 所以它這件的話 這個線性的效果 原本單RQ 其實是做得還OK 但是 如果單R 就是有探索能力 它雖然有加快 但是其實它加快的幅度 不像剛剛的這一張 這一張圖 差異的這麼大 這樣子 好 那接下來的話就是我們來回座寶來說 我們剛剛學到了什麼東西 那我們剛剛的話呢 其實就會學到說我們建立了一個 就是建立了Model以及還有什麼是Planning 就是說我們今天我們如果Planning Planning就是說我們在過去的Planning 這邊的話呢是說我們剛剛 比如說我們今天有一個STAR 然後我們要從這個STAR 走到我們的目標 就是Go這個點 那我們如果今天是 在Planning的時候 跟 就是 什麼都沒有 我們只知道說這邊 一定要往這個方向走 就是 也就是說它根本中間沒有任何的過程 沒有任何Planning 然後跟說我今天其實 已經看過整個環境 然後我大概選舉的時候 可能那個50個點 50點 那所以我就可以知道說 每次我走到哪裡的時候 我都可以參考這50點去做這些事情 以及 以及我們剛剛的這個 就是在這邊去Trace這個 我們剛剛的這個Model 這邊要 這邊要講的是說 我們剛剛有學習到就是有Planning 這個 這個 嗯 什麼叫做Planning 然後我們也從那邊也講 就是也學習到說 我們 什麼是我們的Model 也就是剛剛這個是 AP的 AP status這件事情 那 在這個 在這邊學習的過程之中呢 我們會發現一件事情是什麼 像以現在這個Case來講的話呢 我們都是 少少的 所以你會看到說 今天我可能這個舉證是多少 可能是一個6乘8的一個舉證 那我就可以知道 在這個小小的計算範圍裡面 的話很快就處理完了 那還有像這個的這個Model Base的話 我們 其實我們那時候Sample就8個 所以我們很快就看完了 可是在真實的世界上 到底會是怎麼樣呢 我們的這個 其實我們不知道 它到底走多少步 或是說有多少Status 那當這個太大的時候 那它到底會發生什麼問題 那就是造成說我們計算量會太大 那這計算量太大的時候呢 那我們應該怎麼去做 在做的他這邊就是提 提出來就是說 我們可以利用這個 在 其實這個演算法跟之前的其實都差不多 那最重要的其實是在這個F的這個Status 就是說 我們今天 每一條每一條路徑 我們在去走的時候 然後 在 最糟的狀況是什麼 我們會 就是每一條是走過來算 每一條是走走看嘛 走到 看到之後 這條是死路 我們再回來 然後就不 然後再繼續算其他的 但是這個時間 假設是說剛剛在 6成8的這樣一個小的舉證裡面的話 我們很快就可以得到這個結論 就很快就可以得出來這個計算結果 因為它小小的 但是如果我說今天是上千 或是上萬的話 你去每一條每一條去串的話 假設你每個都要10個mini second的話 你這樣會花多久時間 所以我們在計算的過程之中 我們就要去選擇 哪些路該走哪些路不該走 那所以在這邊其實就建立了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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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我們去 去 嗯 我們利用計算出來這個結果 所以我來判斷說 今天我們的這個 預期的rework 去減掉實際的rework 它算出來值 那到底符不合 這到底有沒有在這個threshold之上 那如果說有符合我們threshold 我們才去走 那如果我們沒有threshold 就是這個 這個 這個 它定義我們的threshold的話 我們就可以不要 就選擇是說這條路太差了 我們就可以連看都不要看了 藉此去把這些 嗯 比較 比較不好的結果 我們就可以不要繼續run它 所以它在這邊在講的是說 就是我們 在 要 提升我們的efficiency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 就可以利用這個 水手 去決定說 哪些路可以走 哪些路不能走 讓你 嗯 少走了一些遠往路 去達到你的目標 那所以呢 像大概cure說 他在這邊來講的話呢 就是說 當你在這個size 越來越大的時候 其實他畫的是 尖綠9 但是呢 如果你有這個 如果做priority的sweeping的時候 他其實就會把這個計算事數 把它往前降低 那在這邊的舉個例子來講的話呢 這邊是 嗯 大家先看說 我們現在可能 從這個 呃 現在有 菱形的 是所謂的障礙路 那假設說沒有這黑色點的時候 我們知道說我們要從這十大走到這個go 那我們去走的時候 可能就呈現上萬條路 因為我們根本不知道路在哪裡 這會走很久 但是如果說 我們經 就是 經過計算之後 那我們就可以 嗯 用這個 有所謂的 sida 去決定說哪些路可以走 哪些路不能走 那這樣的話 他就可以降低他的次數 那可能從原來的 可能上萬多個路徑裡面 我可能只要選擇 只要幾千個 我就可以找到我們的目標 那這邊就畫成屬於 屬於說 在做 那個prioritize的sweeping 就是要去解決我們的efficient的問題 那 為了解決這個efficient的問題 接下來的話呢 就會 我們就會 Jerry會介紹說 後面的一些演算法 他 就是 會跟我們講說 要如何去增加我們的efficient機 然後的這些演算法 然後加靠我們的這個速度 這樣子 好 那有問題 有問題嗎? 我可以補充一下 剛剛講的那個 那個 model跟 the red aisle 書裡面 它其實就是model free 你可以把你直覺想 the red aisle就是 你直接試 你拿到什麼 你就去 就這個結果去try 它會tryL 所以你可以看到 因為它的收斂 前面都非常震盪 因為它每一步 它其實就是one step 所以它就震盪很大 好像是 欸 是上個月吧 我們講到 那個multi step 的learning 它就 累積好幾步 然後才一次 對 所以它就會穩很多 對 那 這個 model based 你就可以把它 雖然不能說 占equo 你可以把它想得 類似像 那個multi step 的learning 只是說你現在是在 internal裡面去算 算算算 评估到 這一個 得到的value function 或是你的這個 這個 這個 Hm value 得到的q 或是v 它是up 相對是up 或是up 然後就拿這一步 對 好 可以用簡單的概念來 這樣子 你會比較容易直覺一點 好 還有沒有其他問題 好 那沒有 就進行 下一個 就不用謝